嗨 大家好 我是韻雨 歡迎回來開機天 今天很重要了 呃 大家算一算也知道 剛剛就是三星的折疊旗艦機 在下半年的發表會已經正式結束了 那我們也很快的在現場動手完了 他們這次發表的新品 總共有兩款的折疊機 還有兩個穿戴裝置 首先就是Z Fold 4 跟 Z Fit 4 好繞口喔 那我的 Thrift在哪裡呢? 在我的小口袋裡 那現在兩隻時機都在我們的手上 可以看到其實這次他們最標誌的顏色 在今年的這一代就叫做Bora Purple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紫色 然後包括像是穿戴裝置還有耳機 其實都有一整套的大全配 那我自己私心呢 其實比較喜歡Z Fold 4 所以我們先從第四代的Z Fold機型 先來看起來好了 今年其實兩代最大最大的更新在外觀上 其實它就是更Fit了一點 就是邊框變得更窄了一些些 特別呢是在轉軸的部分 其實都比上一代呢 在微微縮小了1.2mm左右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感覺數字上差異不大 可是一比較起來 我覺得會是蠻有感的 所以整體來講我覺得又變得更俐落 然後整個線條也變得更漂亮的感覺 那這一次呢在外觀上總共其實有四個顏色 上一代我其實很喜歡 它有點偏黃的所謂的米白色 那這一代呢就是取消了 然後換成了一個藍色 我覺得有點先知耶 就是它出了一個跟我今天還蠻搭配的一款藍色 另外呢就是還有黑色跟粉金色 那大家最喜歡哪個色系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我今年有一點點的選擇困難 因為我以為會有我喜歡的米白色 所以我覺得可能我要挑的話 可能是粉色或藍色吧 那這一代呢在外面的這個封面螢幕 大小是沒有改變的 不過呢它在一些軟體上 例如說像是時鐘的樣式啊 還有可以新增的一些小工具 Widget 像是第三方的一些城市 Spotify啊等等 這封面螢幕呢大家最喜歡 可能也是最系列最特色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電源鍵的部分按兩下 我們可以支援封面螢幕的自拍預覽 可以讓女生很方便來做自拍 那過去呢在封面螢幕做自拍呢 其實只有支援一個正方形的照片比例 其實稍微有點可惜 那這一代呢 加入了也支援了4比3 這種一般拍照的原始比例 只要按兩下呢 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切換 那還有在模式呢 其實王左花王右花 今年呢也新增了人像模式 意思是說你用自拍的話 其實也開拍出人像模式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是我個人最喜歡 可能也是我購入折疊機 可能最吸引我的功能之一 那麼在打開來呢 其實內頁的一個螢幕 也沒有做一個變換 那大家關心折疊機 還是會有折痕的問題嗎 我覺得依然啦 到第四代其實還是會有一個折痕的問題 今年其實在轉軸上呢 除了變窄之外 本身的技術並沒有做一個太大的改變 其實還是跟上一代一樣的 今年在相機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小可惜 是並沒有一個很大幅的升級 除了只有在主鏡頭的畫素呢 從1.4V米到1.8V米 鏡光量有提升之外 其實規格面呢 也都沒有給更好的鏡頭畫素啊 或不同的鏡頭配置 這點我覺得是稍嫌可惜的 不過呢 過去其實可能在折疊機上面的使用者 特別是Flip會有的一些痛點 例如說電量非常的小 那今年有稍稍的 新增到了3700mAh的電量 大家過去呢 它的快充其實也只有15瓦的一個充電 那今年呢 也是到了25瓦的一個充電 算是我覺得今年啊 在Flip上規格比較一個重點的一個升級 那在耐用度方面呢 外面的這個封面螢幕呢 的玻璃也使用的是 目前硬度最高的Victus Plus的玻璃 也是有照上一代提升的 那裡面呢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大的更新 可是官方也是說 經過他們的設計 耐用度有提升45%左右 但我覺得這東西呢 都是要很長時間去使用 跟實測 我覺得才有比較多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就帶大家看Fall的第四代 對比Flip 4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升級 可能大家會更加更加有感一點點 那一樣在螢幕的大小啊 其實並沒有一個改變 可是邊框 我覺得會很有感的都變窄了 特別是接近轉軸的這條 我們拿上一代做對比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改變是很細微的 可是你長期去使用的話 我覺得是會蠻有一個感受的 不過在整個手感上 我們現場就是試用了一下 我覺得並沒有做一個太大的改變 雖然今年在這一代的重量 其實有減輕了8克 但是你說實在 我覺得8克當然是有變輕 但是一般消費者在手感上 我沒有覺得它有一個太大太大的變化 那今年更新的什麼呢 很重要的是其實是在它的相機模組 過去大家也都覺得說啊 其實Fall 4也算是旗艦規格 但是相機一直的規格都沒這麼好 那這一代呢其實非常的明確 然後官方也有已經證實說 他們使用的相機模組呢 是跟S22還有S22 Plus的鏡頭模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在今年呢其實你會有一顆50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一千兩百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還有一顆1000萬畫素的是遠距鏡頭 這個配置呢其實是我最喜歡的配置 那在日常基本攝影的需求 你有超廣角你也可以變焦 已經非常非常的夠用了 特別是這個變焦呢 它可以做到三倍的光學變焦 還有30倍的數位變焦 總之呢它就是目前三星也算是一個旗艦等級的一個鏡頭了 我覺得這點是一個蠻重大的一個更新 另外在內夜的鏡頭 其實上一代就居然是一個螢幕下的Under Display的Camera嘛 這一代呢所謂的鏡頭大小啊或畫素都沒有做改變 但是在它的像素的密度上呢 它其實有做了變得更密了一些 所以呢相對的還是會稍微隱形一點點 但其實肉眼還是看得到的 這點也是我覺得小可惜的地方 我原本想說它的這個螢幕下鏡頭呢 在今年或許會有一個更厲害的升級 可能更隱形 我們肉眼更看不到 不過現在看起來還是蠻明顯看得到的 在軟體上的更新呢 它這一次的一個新增了一個叫Task Bar 把一些主要的工具列呢移到了下方 所以我其實可以很快速的切換 可能我常用的鏡頭 我覺得這個應該在使用上 會是還不錯的一個更新 那另外還有一個他們創新想要嘗試 叫做Touch Path 那你在一般瀏覽網頁的時候啊 那你就可以把它對折 你就會有點類似小PC的感覺 那你下方會出現像一個觸控板 你可以兩指做觸控 那你會出現鼠標 但我個人在現場使用我覺得並沒有很實用 但是我覺得算是一個創新吧 他們可能想要嘗試 折疊機各種不同的用法 電池方面呢 這一代是4400mAh 那充電也來到了25W的一個快充 其實官方數據有先表示說是30分鐘 兩隻手機呢 都可以做到50%的一個充電 我覺得比上一代之前 其實表現算是有一個蠻大幅度的提升 而Fold呢 一樣在外夜的這個螢幕呢 也是用上了Victus Plus的玻璃 所以在耐用度上也有一點提升 嗯...兩個的轉軸 因為科技今年其實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也是說可以經歷20萬次的一個開合 兩隻呢 一樣還是做到IPX8的防水 但是目前也沒有一個防塵的係數 兩隻的處理器呢 今年都是選用高通骁龍S8 Plus CM1的處理器 是台積電四難裡面的製程 我覺得至少呢 就是先穩一半了 但是我們後續呢 還會做詳細的評測給大家 幫大家整理一下 今年有什麼比較重點的一個更新好了 其實螢幕呢 兩個的自信更新率 都從1Hz到120Hz 今年是有所支援了 那在硬體規格上呢 主要的更新我覺得在 電池的容量啊 還有快充的技術 那特別在FOLD呢 其實今年的一個更新的重點 是在相機的一個升級 那其他硬體的規格 我覺得並沒有一個太大的變化 那兩個的一個規格 或容量的版本呢 我們上在旁邊給大家看 FOLD4呢 它其實有三個顏色 那一樣是黑色 米白跟灰綠色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米白色 今年FOLD居然沒有 呵呵 二文 好我們繼續帶大家看穿戴新品 嘿 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一下 三星在今年推出的 兩款的穿戴新品 首先一定是大家 非常非常期待的 Watch系列呢 來到了Watch 5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呢 上一次還有前幾代 會有一個Classic的版本 然後有實體的錶環 那今年呢 似乎是沒有看到Classic的版本 那變成了一個 全新的產品線是 Watch 5 Pro 來到了Pro系列 那我現在手中呢 就有一款是Pro系列 另外呢 擺在旁邊的就是 Watch 5 系列 那兩者的分別 當然在材質啊 還有裡面的一些功能 會有一些不同 那首先帶大家看一下Pro系列好了 Pro系列其實就是 滿足打跟針對高度的 高強度運動的族群 先介紹它的材質好了 在材質上用上 我覺得算是智慧表裡面 已經非常非常非常頂級的材質 它的邊框呢 其實是採用的是鈦金屬 那總共有兩個顏色 我現在手中呢 官方是說是灰色 但我覺得它也有點類似 像那種水泥的一個質感對不對 還有一點點綠色的感覺在裡面 那側邊呢 是做有點這種霧面金屬的感覺 不過它的邊框呢 用的是鈦金屬 也是比鋁的硬度呢 要來的再好一些些 那表面呢 全系列都用上是藍寶石玻璃的表面 這也是在表款當中 其實用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表面 另外呢 它還有通過一個軍規的驗證 那我們在現場呢 有看到他們擺出一個很有趣的是一個 末式的硬度表 沒想到呢 它的WASH5 Pro啊 是號稱說是 這個硬度呢 是比鑽石再下來一階而已 很厲害耶 要先來測試一下嗎 沒有 整個表徑呢 Pro的版本是44mm的 那5系列呢 它有分兩個版本 是40mm跟44mm的一個表面 所以會有大小表面的區別 但是在Pro呢就是單一個一個版本 那整體來說 我其實我個人蠻喜歡 它有點類似 很像一體成型的一種設計 然後再搭上霧面的金屬的質感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質感都是相當好看的 它這次的一個扣環 我覺得算是蠻特殊的一個設計 在第一次佩戴的時候呢 你要測量一下 你自己的手腕的一個寬度 然後呢 把它放到另外一邊的表帶去 那一樣呢 會有個扣環把它壓緊 那在後面呢 如果要來佩戴的話 其實你完全呢 直接戴進去 然後呢再讓它磁吸進去就可以了 有點類似像我這樣子 然後把它磁吸在一起 就OK了 就像是例如說我今天 我這樣戴著一個表出門 我好像也不會覺得 它就是專門是運動表 我好像也可以穿個一個正裝 就搭配出門 那這次在軟體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更新呢 在Pro系列的版本呢 針對跑步呢 其實包括像是跑步路線 它現在可以整合到 入式GPX的一個地圖 那例如說很多跑友啊 或登山友啊 就會知道說很多地方 有提供一個GPX地圖的下載嘛 那我們透過手機的軟體呢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地圖導入到裡面 那你也可以儲存你自己喜歡 或長去的一個路線圖 跑步路線圖 那再來就是呢 他們也有新增一個 其實也是 今年吧 陸陸續續看到滿多 智慧錶款會導入的是一個 叫做 類似原地返回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跑完了一個路徑之後呢 你要在這個地方返回你原本的起點 那它在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GTS地圖 可以讓你從原路去走回去 然後它的地圖呢 因為表面我覺得算滿大的 所以地圖導入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看 我覺得會是滿清楚 那當然它還會透過語音啊等等 去給你一些方向的指引 這一代的UI呢 是OneUI Now Watch 4.5 它有幾大一個新的功能 首先它全系列都支援了一個Portree的鍵盤 所以假設你想要用小鍵盤 在上面做簡單的訊息回覆 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支援雙SIM卡 什麼叫雙SIM卡 以前我們知道它手錶會有eSIM嘛 你裡面呢 有一張eSIM 你就可以單純的 就是不用帶手機 你也可以完全在這手錶上 接收訊息啊等等 現在呢 這支手錶是支援所謂的雙SIM卡 是指說有些手機有支援雙SIM卡 可是通常你連接藍牙手錶的時候 你只會可以操控跟連接到 其中一張SIM卡 但是現在呢 它透過手錶 它就可以同時的來操作 兩張SIM卡 那你也可以在手錶中做切換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新蠻新的功能 手錶呢做個總結 今年呢就是推出兩個版本 一個是WATCH5 另外一個是WATCH5 Pro 差異呢在於邊框的材質 WATCH5是鋁合金 然後PRO是鈦金屬 那運動功能呢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跑步專業的運動功能 是只有PRO版本才有支援的 那兩款呢其實在處理器啊 跟運動模式其實都沒有新增 目前也是95種的運動模式 那當然在UI方面呢 有做一些小小更動的調整 不過在整體的設計上呢 今年的PRO系列就沒有Classic的那個實體的旋轉表面 但是還是有虛擬的旋轉表面 我覺得相對的其實是簡潔蠻多的 那當然很多功能呢 我們後續呢 才可以好好的實際幫大家實測給大家 不過第一手呢 在發表會上看到的心得跟感想 就先跟大家分享囉 來看最後一個穿戴新品是Buds 2 Pro 那是一個延續的全是續作了 來到的第二代 那一樣呢還是非常的小小可愛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是一個霧面的質感 然後目前有三款的顏色 維持它過去一個方和的造型 那這次有什麼樣的更新呢 包括它其實也有支援Hi-Fi的音質 但是它的音頻呢 支援從16B新增到24B 所以整個大概包括音質上的細節 應該都會有所提升 不過呢我個人其實最關注的是 它這一代有新增了一個是藍牙5.3的規格 其實過去蠻多我們使用的 包括像是耳機到手機支援的可能都是藍牙5.2 但是呢它就是一個新的規格的更新 那它可以搭配它們最新一代的摺疊劑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還蠻期待的一件事情 三款顏色呢我可能自己會最喜歡 應該是紫色 雖然我個人不是紫色愛好者 但是呢今年剛好有大全套的一個紫色 也可以做一個配合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來總結一下第四代 三星Fold跟Flip摺疊機的表現 我覺得更新你都會覺得蠻細微的 硬體上啊或者是在設計上 完全外觀沒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是蠻重要一個重點 其實它有點步入就是說 手機成熟的一個階段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手機成熟之後 每一代每一代的更新 其實都是在一些小規格上去做更新去做變化 做改變 我覺得現在摺疊機有點類似這樣的一個感覺了 所以已經是相對成熟的一個產品了 那如果售價上呢 今年還可以再更漂亮的話 我會覺得到2022年啊 其實是可以入手摺疊機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在發表會現場的第一手資訊 你對於摺疊機會不會想入手呢 那喜歡什麼的色系 今天外觀吸不吸引你有什麼樣的問題或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都會回覆大家 那我是韻魚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歐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